前文再續是書接上一回 上次說到魏東亭聽完張萬強讀完那封物紙 於是就吩咐家人自己出去一趟 然後跟張萬強一起打馬去紫禁城 當時的天霧那麼黑 雷聲震震柔軟而近 一個皇宮太監 一個御前侍衛 兩個人的匹馬一拍地走 張萬強不時地用雙眼瞎一瞎魏東亭 發聲一度閃電閃過 他看見魏東亭就好像一尊石像 木不斜視就看著前面 張萬強的心想 這個人你害得狠 比起鐵蓋有其光而無其足 難怪得雄似你索額圖百般誇獎 這份沉穩的神器 看上去真是有貴人之相 但這陣時魏東亭的心 這麼晚了 有什麼事呢 難道跟蠔拜有關 我一個小時衛能夠做些什麼 何貴處深色萬歲行蹤 這個人靠不靠得住呢 是不是換個另外一個地方給他好呢 還是殺了何貴處滅了他的口呢 他越想越亂 忽然間前面有人大聲看 什麼人啊 這裏如果不是鳳凸子 是不可以騎馬的 你們快點下馬 到了這陣時 魏東亭才意識到自己 已經到了五鳳樓底下了 而這陣時的天 大大聲地下起大雨 紫禁城前面那些青磚地下 發了時緊時慢的煞煞聲 兩個人落了馬 那個人已經帶著幾個人 拿著燈籠走過來 走在前面的一個 是忠連內侍 他一見張萬強連望陪燒說 嘿 張公公 劉貴和你請安 這麼晚去哪兒啊 張萬強在懷中 拿出金陵箭在燈下面一仰 萬歲特子 宣見魏師衛 劉貴會議了 他沒有出聲 將兩個人 帶到右翼那棵門的樹 就讓他們進去 沒想到走到景運門那裡 兩個人被一幫巡野的 內監侍衛喝著 喂 怎麼了 公門已經鎖了 其他閒閘人等 無論是誰都不准進去大內 喂 張萬強擔的頭一看 幾盞玻璃燈照得很光 為首那個呢 那是二等侍衛 木里馬立莫 他們兩個披著尤衣 就站在雨裡頭 擋著去路 張萬強連忙走上去 陪燒說 皇上文華殿 批閱奏章 傳藝東亭示衛 到各部調取加急奏章 因為下雨 耽誤了一陣時間 他一邊說 一邊在懷裡頭 又拿出一卷東西 在燈下面養了一養 說謊 立莫渴他 我在文華殿當差 為何沒有聽到鋼子 張萬強連忙說 皇上在萬善之前 在楊心殿吩咐的 豈敢有假呢 木里馬更加橫蠻地說 乾清門沒有接到放行的牌 誰都不能進去 叫他明天再過來 聽到木里馬這樣說 張萬強就不知道怎麼算好 魏東亭在旁邊冷笑說 皇上召見的是我 當然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木里馬來轉頭冷笑說 嘿嘿 一個小小的陸品示衛 皇上為什麼要指傳你啊 今天我就不讓你進去 有什麼事 我明天向皇上請罪 你真是下爬輕輕的 你 張公公 快進去 講完 有一手拔起張萬強 就要闖進去了 木里馬也生氣了 哎呀 你這麼大膽 人 把這兩個人抓住他 十幾個示衛 就圍著魏東亭 說時辭 那時快 魏東亭生地拔出腰刀 雙眼就釘著這十幾個示衛 擺好架式的準備營敵 這陣子的魚越落越大 電閃雷鳴咖啖聲 就在雙方準備動手的時候 警運門裡面忽然有人叫 張萬強 你幹嘛 皇上叫你傳魏東亭 你搞來搞去搞什麼鬼在外面 在場的人個個都打過凸 你轉頭一看 见到孙殿神无语的气喘走出来 他好像没有看到双方正准备动手这样的情况 他拨开人群有一手就拉着魏东亭就进去 莫里玛稀咕咕喝纳莫说 蠢人是你呀 你还不进去事后皇上 纳莫咋地认了一声 笑死在雨夜之中 天上的雷越打就越大声 闪电好像盘尼求知一时间又好像金蛇行空 悲悲发发将阴心心的紫禁城照到一片蒼白 发发的雨声 和不时间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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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啦的雷声交织在一起 显得整个天好像准备要倒下来 哎呀 真是得人害怕啊 文华殿的正门半开 里面烛光闪闪 但是不见有几多徐虫在树 只是两鞋卫视 动都不动地站在雨里头 魏东亭走上单池 脱下游衣 放了放点水 解低腰刀 放在篮下面 然后就跪低品报 六品遇前侍为魏东亭 近见圣上 停了一停 听见殿内康熙大声吩咐说 进来啦 只见康熙坐在前面受礼 满面庄重宿目 红翅里 索额图长跪在旁边 一语不发 整整地听康熙皇帝召语 康熙先不先不说话 很久才站起身 在他们三个人之间 走来走去 借着烛光 打亮下渤在地上的魏东亭 魏东亭全身都湿了 一个闪电 一闪而过就照在魏东亭身上 一看下去 好像整只铁柱琴一样 魏东亭 朕代理怎样 听到这句话 魏东亭 公公公 扣了三个响头说 奴才出身包衣战奴 数世受恩于朝廷 皇上代臣更有天高地厚之恩 奴才 虽干老徒地 难报万一 你愿意冒死 为朕分忧吗 我愿意 魏东亭忽然直起身 斩钉截铁地说 奴才 生当效忠 死当尽节 好 康熙和索额图交换了一下颜色 他又说 索额图 红次你已经用身家性命来担保 你对朕的忠心 魏东亭 魏东亭看了看毫无表情的红索两人 即刻跪跪下 扣头说 此乃是帝心错外 两位大人的谋战 只要一息尚传 神必竭尽劳顿之力 效命圣上 康熙 看了看索额图和红次你 就转身 解下身上的佩剑 正仲地捧起 接着说 宝剑 赠予烈士 愿你不负浸心 这阵时魏东亭哭 借恩 说完 两行热泪流落双塞 突然间他感觉到心口一阵酸热 令到他一句话都说不出 他震腾腾地举起双手 想接这把御剑 谁知康熙 一护低身 将他扶起身 亲自将佩剑 挂在他腰上的树 魏东亭都未反应过来 康熙已经退回原座 并且大声地说 既党 魏东亭 叔位侍从有功 卓俊为三等御前大都示威 随阵朝会出入攻禁 剑甲不解 这阵时 红次李索额图感动到热内盈康 大声高呼 说万岁 万岁 而这阵时的康熙也发觉自己伤眼有点湿 他轮转头 起身走出殿外 在大雨里头 即时觉得感慨万千 那也难怪康熙会这样 青州暴民于七之乱 费得九牛二虎之力 才平息下去 吾三贵这些看神 坐勇重兵 主言诸堂 奇心难测 郑成功父子苦据台湾 不肯归信 江南为老 一个个 鬼这么硬颈的 立志不食大清之叔 这一个个的难题 几年来都压在康熙头上 无从排险 这一场大雨 使他渐渐地冷静下来 五次友和红次李虽然学不同道 但是都说出他的心事 心腹之患未除 则亦之质必然为雨 就在这阵时 他发觉身后有人帮他披起一件风衣 他猛然转头一看 竟然是膀拜的松子 于是为纳末 他即时吓了一跳 转转头就说 你来干什么 纳末后退一步 他说 这么大的雨 皇上站在外面 我帮你冻 这阵时一度闪电滑窝 空气看得非常清楚 纳末竟然手按住腰刀 他心里惊 连忘渴 他说 你下去 他转转头刚想进回去 魏东亭已经站在他身后面 纳末连声说 是 我下去 我下去 说完就退了下去 而康熙也急急走回入殿 哇 正说那番情景 真是吓死他 康熙进去 看到几个人都在冰箱里 连忙摆手吩咐 他说 魏东亭 朕托你办的事 你去索额图那树 跟他商量 知道吗 魏东亭说 是 吩咐好了之后 康熙就叫人起嫁回宫 魏东亭还打算护送他 康熙大声地说 不用了 由宣殿神带亲兵服侍我就行了 你们走吧 就在这阵时一度闪电而过 将殿内殿外照到通明宇宙 几乎在同一时间 咣一声雷响 所有一切又恢复原状 只有煞煞声的大雨 打在屋蚕的琉尼瓦上面 魏东亭仍然不放心 静静地跟着去 直到去到乾清门 见康熙已经平安地入了永巷 才转出五门 打马直奔索额图虎 索额图虎都还没回来 府里头的家人已经将灯点亮了 家人见魏东亭这么晚过来 个个都觉得很意外 门口带头的一位侍卫连忙笑着 走出来说 魏爷好兴致 这么晚都还过来聊天 不过索额大人出了去还没回来 魏东亭笑着说 哦 还没回来我就等着他 于是就走进去了 这个侍卫叫赵冯春 他连忙说 大人今晚可能不回来的了 魏东亭的心在这儿偷笑 他一边脏那件游衣 放了放上面那些水 一边说 索额大人未必回来 那你们在这儿等谁啊 哈哈哈哈 赵冯春啊 被魏东亭问到口咬咬 他连忙笑着说 哦 既然要等的 那就来这边等 换了些衣服 兄弟 我准备一下水酒 耳消长野 魏东亭也只好跟着他 进了西门房 刚刚换了干衣 听到大门口有点声 赵冯春就见到魏东亭 竖起耳朵来听 哎呀 哪里有人回来呢 来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话音刚落 听见索额图吩咐家人说 今晚我要跟洪大人聊天 除了魏军门之外 一概不见 哈哈哈哈 哎呀 真是难为你还在这儿遮遮掩掩 今晚后堂宴会 好在也都有被人的大名在里头 赵冯春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嘿嘿嘿 小人不知道 请多多恕罪 好了 我们讲回他们三个 话说索额图 红翅里 和魏东亭 坐在封城的酒席面前 一边吃就一边喝酒 一边就开始物意了 索额图拿着酒杯 压低把声说 欧拜此功弃君 先杀大臣 其心叵策 圣上百般苦慰 希望他改恶重善 但是他死不悔改 我奉圣上的重任 打算铲除他 红翅两个人 也低声回答说 大人 你尽管吩咐我们 过了一阵 魏东亭问 圣上 为什么不明降于止 公布他的不舍之罪 将他名正典型呢 红翅里想了一阵 他说 那不行的 欧拜这阵时 权高世大 内外深复 物如罗网 即使南方统兵的将士 也多数都是他的门身顾利 如果明发如指 他更加不肯奉照 如果万一激起什么事端 后果就不堪设想 说到这些 他不出声 索额图的连望说 东元 我等既徒军事大过 便当已精诚相见 千万不能够有所顾忌 这阵时红翅里站起 用手指 沾了一些酒 在桌面上面写了 嗯 敌上三个大字 又一辉而抹 跟着说 兄弟的愚见 不知道几位认为 对不对呢 索额图连连点头 魏东庭呢 他不以为言 他说 是不是我们考虑得 太过心愿过头呢 虽知西平昂 和欧拜互有勾结 其实各有意志 琴珠 欧拜 去一正敌 恐怕 亦都是他 想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呢 红翅里的心在想 这个亦都是道理 但是怎样 逐都欧拜 又不会至于引起各方的不安 恐怕都很难额 他想了很久 不知道怎样才好 于是他就说 当人惯汉兴也一曲小令 说明 盖与 面霞 屈杀了 张涵家 规模全是大人家 不在红梁下 巧笑迎人 闻谈回话 真如解语花 若诈得他 倒了葡萄家 说完之后 三个人放声大笑 气氛即时轻松了很多 索额图一边笑一边埋怨 说什么时候 现在你还有心说笑 魏东亭就连望 虽然是说笑 也是老实说话 我们就是商议 怎样去得他 又不至于倒倒葡萄架 这句说话 听到大家都又是不出声 过了很久 魏东亭就站起来 他度着步 他说 以愚卿所见 要竹拿欧拜 有上中下三个计策 索额图眼前一亮 他向以上面靠 他说 愿文其长 好了各位 到底魏东亭 对于如何竹拿欧拜 有上中下三个策略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会分解 前文再续是书写上一回 上次我们讲到 索额图 魏东亭和洪赐 你三个人漏夜商量 但是想什么法子 你们杀了欧拜 但是三个人想了很久 都一筹莫展 到后来魏东亭就突然之间说 有了 我有上中下三条计策 不知道行不行 索额图眼前一亮 跟着他说 快点说快点说 什么三条计策 魏东亭就说 第一条就是 选一些精壮的合意烈士 趁他不防备的时候 将他杀了 如果这件事成功的 就叫皇上降止 讲明他的罪行 如果万一这件事不行 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这个是上策 索额图摇了摇头 他说 欧拜身怀 绝技 武功高强 而且 他的党羽随从有这么多 戒备这么深严 况且 一时也难以 没得这么多用事 若然万一不成功的话 再想其他办法 就更加难了 不行的 很危险的 这样做 洪次理就说 那你说一下 中策是什么 中策呢 就是由索大人摆走 诈戒以话 为母亲做手 然后呢 用毒酒 将他杀死 索额图皱了一皱眉头 他说 兄弟也都想过这条计策 不过 欧拜这个人 素来都鬼诈多疑 就算我自己做仇 两次请他 他都不来 如果他肯来 那就好了 红次理笑 他说 那说下策来听 这样的 由圣上 选择个节日 请大臣 入宫赴宴 那等欧拜这个人 入来的时候 由圣上 突发明朝 叫殿前示威将他捉住 握刀 我看谁敢有其他话说 好 索额图轻轻轻轻地拍了一拍桌面 他说 殿前示威里头 他的亲信很多 如果弄他不行了 反而会害了圣上的 红次理喷了一盏烟 他说 这样想下去都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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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 三条 三条 脊子都不行不行 魏东亭就好素兴了 呜呜呜呜呜呜坐在树 坐着 他说 不如这样 由圣上明朝 那两位哪个敢扔杯为令 我呢 我就敢冒这个死去杀这个国策 苏厄图微笑着说 这个叫做红门燕 是有点意思的 不如我做扔杯 话音刚落 红次你连忙摆手说 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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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不问而斩 善杀大臣 朝臣难免会议论圣上 这样一来 葡萄甲就倒了 魏东亭觉得非常无用 他很冷淡地问 这样 大人的意思是 红次你夹起一块鱼翅 放了他口里慢慢照着 过了一阵他才说 欧拜虽然有司马超之心 但是 如果要数他叛逆的话 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还很少 杀他从现在来看 一定会搅乱朝光的 这样未免 失的就多过得了 我们还是要在一个竹字上 学的功夫 审明实据 照高天下 明典正形 才是万全之策 索额图一听 有道理 他连忙点头 想了一阵 他对魏东亭就说 父神 圣上想铲除欧拜 这个决心就已经定了下来的了 欧拜现在对圣上究竟是怎样想的呢 知己而不知彼 非全圣之道 魏东亭接着说 欧拜现在看圣上就好像一个弟弟哥那样 散色之心 肯定有的 红次你拍着手掌笑着说 哈哈哈哈 对 这句说话的后半句是废的 但是前半句呢 是非常之有用 一句说话说到两个人都非常之差异 索额图就笑着问 啊 哈哈 老夫子 不如说清楚点 红次你又万条斯理那样 欧拜这个人自视甚高 这个是他的弱点 也是他的致命之处 鄙视我主无知笑意 我们不妨将计就计 成其不秘 将他捉住 以律治罪 魏东亭目光拱拱他问 怎样去着手办这件事呢 红次你又刚刚想说 索额图忽然很兴奋地 双手一合他说 哎 有了 这样行不行呢 魏东亭又问 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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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你 就选人 专门陪皇帝 做一些童子游戏的 那欧拜肯定就没什么防备的了 等他一个人的时候呢 比如在上程的路上 那么他一个人呢 又或者呢 在殿上面 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索额图用双手 做了一个按住的动作 这样一来 你放他走得了吗 红次你点了点头 笑着说 这条鸡子不错 不过还有几个地方 还需要未语愁谋的 第一 宫中的人事繁杂 千万不可以胜章 我们三个人 也都需要一起发个誓 第二个 就是怎样去选人 宁精就勿揽 第三呢 周密去策划 一旦时机成熟 就以信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下子将他捉住 如果一旦事情有变 我们三个就算死了 也都决不怨言 红次你就屈住手指 一件一件地说完 只见他目光如电 双眼就盯着索额图问 大人 你认为怎样呢 索额图听了之后 非常兴奋 他十地站起 在桌上 拿起三只筷子 一人就分一枝 自己就蓄了一束衣冠 即时就跪下 其他两个人 见他这么庄重 红艺两个人 就跟着他 也跪在地上 自听见索额图说 神等 供奉圣上物与 共商大计 素权奸财 康扶大清 若有疑心 犹如此诛 讲完 拍一声 将筷子咬断 将咬断的筷子 沾了灯油 烧着了 魏雄两个人 也如法蒙世 三个人 傻傻地看着 地上的筷子 烧成灰 才慢慢起身 花开两朵 就各表一枝 我们回头 讲回纳莫 纳莫当晚 离开了康熙之后 心 怕得 啪啪跳 他傻傻地 在雨里走了很久 一直就想着 当时的情景 哎呀 我 我 我脫刀的时候 沆栗 到底有没有体见呢 那些雨水淋到 他周身都沥泅了 一阵风吹过来 以 他打了个冷枕 万一 你让他体见 又 又 乍佳衣 装作物体见 那 那 他不够敢想下去 转身就向着景运门那边急急走 穆里马一早在那里等着他 见他过来 于是就气固固地问 你死了哪里 死了你 整晚不见人 你去执事吗 听到什么 纳莫叹了口气 他摇了摇头说 雨啊 那些雨声好大 又打雷好吵 好像说姓毅那个年轻 说从家有功 就升了个三等侍卫 目里马一瞬眼一转 谁在那里 看不清 好像有两个人 一个好像红翅里 还有一个你在灯影后面 只见到一个影子 这样也看不到 真是没用 你站在那里 他肯定等着人会经过这处 我去稳告中堂大人 正华那两个大臣 是因他 正华打算行刺康熙的时候 就曾经看见红翅里和魏东亭出来 这样才急中生枝 解低游衣 就帮康熙披上 闪电之下 魏东亭的果腹架势 到现在想起来 他真的有点害怕 若某一个时辰之后 雨就小了很多 目里马就走过来 叫他说 走啊 中堂在家里等着我们 立幕就说 他们都还没经过这一线 目里马很不耐烦 就说不用等了 中堂已经知道是谁了 回到欧府之后 欧摆 颁布义善 祭世 蔡德本 葛珠哈 泰必图 阿斯哈等人 已经在后花厅的时候坐着 有些拿着茶杯在那里喝茶 有些拿着烟袋在那里吃烟 整间厅 呼烟瘴气 见到他们宿侄入来 就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欧摆是先开口说 那么大雨 皇上召见那个圣毅的 说了些什么 目里马就轮转头 望了一下立幕 立幕这阵时 他心七上八落 他停了一阵才说 没什么事的 好像说因为他有功 所以升了他做三等侍卫 什么 欧拜感觉到有点意外 于是又追问了一句 他们没说到其他事吗 立幕就摇着摇头说 听不清 不像有什么大事的 你们坐下吧 半部二线拿着水烟袋摇了摇头 他说 这件事一定跟中堂有关 他用双眼掃了掃屋里面的人 接着说 我们倒不妨来揭摇一下 日光日白 不叫他们去 三更半夜才叫他们去 而且呢 还要叫上桑额图 红翅里回来 召见一个包衣奴才 老三都真是太费心思了 一句老三叫出口 在座的人无不辨识 连欧拜也都觉得非常之不习惯 立幕这阵时才松回一口气 他想起今晚 在文华殿前面行刺康熙 并未得到欧拜首肯 实在当时条件太过好 灵机一动 于是就走上前去想杀康熙 现在颁布以前一句老三出口 他完全明白了 这个也不过是迟早都叫发生的事 不过仔细一想 这个颁布以前自己都是皇亲皇戚 皇帝死了 他有什么好处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 见众人没什么反应 颁布以前索性放肆起来 他说 自古自危之道有三 中堂居而备知 不如早作打算 老兄 你说清楚点 这个说话是祭世说的 扮到二线见 欧拜粒声不出 转心在这听 于是就说 公概天下者 不想 这个并不是说不想去打上他 实在是无物可想 只好刺死 威震其主者身危 其实只要来心相安 也都可以不愧的 神强而主弱 就难得相容了 权过造化者不强 这个 就是犯了造化的大忌 权越过主 主就要铲除你 坐在旁边的太必徒 非常之佩服 这个老鬼读个基本书 徒真的有点了 当然他也被这几句说话 吓得狂跳几下 于是脱口移出 他说 难道就没有解构的办法吗 有啊 解兵拳 山余才 持观着 反顾你 可保 为父家庸 祭世这阵时 索了索盆烟 他跟着说 这样一来 看怕只是保得一时 我想 过得一年半载 哪个大爷 又是兴起 整你几条坠 那时候不死 都要搞到流放去 乌里压苏台那头 那按照你两位的说话 兄弟也都只好坐以待弊 是不是这样 班部二线接口说 坐则待弊 不坐便不弊 你说 怎样的不做法呢 班部二线 走到桌前面 拿着笔 在手心那时候 写了个字 然后就抓住拳头 兄弟已经有办法了 各位 也都请各自 写个字在书 然后大家伸出手来看下来 欧拜首先 在手心那时候 一挥而就 写了个字 然后你握住拳头 然后你握住拳头 板起一块面 坐在书 然后几个人 也都依次写了 轮到太必逃了 他先在左手心 震下震下写了一只字 想了想 不妥 于是 又左手提笔 在右手心那时候 写了个忍字 这样才将这笔放下 九个人 一起照到灯下 伸出手一看 清一色 都是一个杀字 不由得你望我 我望你 哈哈一笑 欧拜即时觉得精神一振 他大声吩咐说 好 来 我们摆走 哈哈哈哈 班到以前连忙说 干脆就叫贵府的戏 搬出来唱一下 我们在这书 喝茶聊天 不更好 欧拜就说 嗯 都好都好都好 西花厅以外 哼哼哼声下着大雨 听着对岸水浅上面那些 吹吹吹吹的琵琶声 和很清脆的歌机的唱歌声 真是别也番风味 济世翘起二郎腿 拍着大腿打着板眼 这阵时只听见歌机在那唱 多亏了 散而生定下了烟花计 献上个轻舟灭霜的女嬌娃 一时间 一时间 胶龙增断了金家鎖 他就摆头摆尾 入云下 济世听到这些书 就不由得赞叹说 这首曲虽然是有点俗 但是 讲得也十分之贴切 胶龙增脱金家鎖 哈哈哈哈 好 好啊 班布尔线也点头说 贴切到极了 只可惜 当今再订烟花计 怕不行了吧 木里玛也笑着说 老三才是十四 怕不懂得什么叫做风月吧 老爸就挖了他的眼 你除了通风月 你还知道什么 木里玛的臉都红 即时就不敢出声 班布尔线就见他面色这么尴尬 于是就说 不要听气了 不如我们立刻去谈一些正经事 承设计 滚事咀嚓了声 笑着话 班公正说 论述了三言 兄弟听了之后 哎呀 真是有点无骨送言 既然我等所见略同 这样是否请班公 再讲一下 怎样着手呢 班部耳线就说 不外乎 是肺 毒 蝉 三个字 木里马听 他想了一想 怯的笑了声说 肺和蝉 不是一鬼样 不是一鬼样 差得远 肺和毒之后 所立的 是爱申各罗氏 蝉 那是立 瓜尔皆是 蝗拜一听 当堂站身 拱手作一 他说 蝗拜欲行大计 并非为我一圣 一己之荣 实因当今圣上 分有无知 受蒙于群小 建计于功臣 我认为 蝉子就可以灭了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车听下会 分解 前文再续是书接上一回 上次我们讲到祭世 文颁布以善 是怎样去着手办事 颁布以善就说 不爱乎是肺 毒蝉三个字 穆里马 想了想 揭地笑了声 他说 肺同贤 不是一鬼样 班布以善笑着说 差得远 肺同毒之后 所纳的那是 爱新各罗事 而蝉纳的是 瓜尔皆事 欧拜即时起身 他说 欧拜欲行大计 并非为我一圣之永 实因当今圣上 分有无知 受蒙于群小 建计于功臣 我认为 蝉子就可以免疫了 这阵时 祭世大圣说 为一世计 为万世计 以肺立为佳 好似看霍光 自今明星不罪 但如果 为了二世计 为百世计 即以 禅为佳 葛珠虾就说 这个我就不明白了 什么百世 万世 一世 二世 这一个世 这一个意思 当然不是了 汉吊先生 就说得非常之对 万世 我们评论的 是神节 而百世 我们所说的 是主业 秦和随 佳恩 享国 日前 那些人 说了很多 他们的不是 而那个汉高祖 如果不成功的话 就算被那些人 说来 说去 都只不过 说成他是一个 谋反的流文 你冤父子 都是徐家大臣 根基 就扎得非常之稳 到了今时今日 哪有人说他是疫神 欧拜这阵时 跋低头 过了很久才 仰起了臉 再长个人一看 只见欧拜 就泪光闪闪 说话耿热 他说了一声 只是欧拜我 亦受黄恩 欲心 磨人 祭世大声地说 天与忽取 反授其咎 中堂不可粗苦人之仁 误了天下仓生 听到祭世这句话 欧拜是一转身 用双眼钉住 斑布以线说 自古龙凤有种 欧拜得博能先 坐身未没 还是我们攻退一个人为主 这样做 是不是好点呢 斑布以线 看他这么生搬硬 三国的那套东西 他心里觉得有点好笑 想了一会儿 他说 陈星为王 曾经说过 帝王 帐上 宁有种父 令中堂 现在的处境 退则不生 尽则可成 并无决责的余地 方且中堂总难朝江 天与人归 又何必疑虑虫虫呢 一番慷慨陈词 说到个个精神斗手 而欧拜也听到入晒 牧尼玛一想到 欧拜登宝殿 自己起码都 弄一番慷慨 来拖一番慷慨 来拖一番慷慨 即时 周身躁热 把这件衣服 一轮大声 说 好呀 欧拜就挖了他一眼 牧尼玛 叫一声 哇 即时就收声 就不敢再说下去了 欧拜不出声 都算是默许 那跟着下来 当然 是如何的禅法 这阵时 人们才意识到 半步以善这个东西 确实是蓄谋已久 空有成竹 真是佩服他的功于心计 祭世遥遥遥那把接线 他首先开口说 废除自然是最好的了 但是依如所见 老三亲正以来 就并没有失德之处 口实不当 出师无名 莫讲朝臣不服 外边统兵的凡振大将 都恐怕有意义 这件事 想起来真的很棘手 欧拜的心 正在想这件事 他不禁点了点头 嗯 没错 那依寒调先生所见 你说这件事 怎样办才好呢 祭世就接起把线 慢吞吞地说 不如 第二个字是最捷径的 而且也没什么后顾之忧 可惜吴良父就已经死了 这件事做起上来就有点难 欧拜就欺顾顾的说 吴良父他没什么用的他 就算他生亡亡起庶 这个人也难托大事的 没用的他 太必徒很久都没有说一句话 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开一句声 于是他说 我认为是否将他请到来这处 跟着我们就下手呢 说话还没说完 穆里玛就冷笑话 你这条正式的屎坑计 臭到冤 人死在这处 怎么打发他 太必和他开声撞板 看着你 他觉得好没意思 他心想 准备做皇爷而已 你用不用这样啊 于是好没人的坐在那里 班部二线 对太必徒 怎么点头笑着说 无论用什么法子 如果可以的话 那当然好 不过按照现在来看 有三件事是必须要做的 欧巴就连忙说 哪三件事要急着要做呢 中堂现在可以写三封信 分别就寄给吴三季 耿征中尚可喜 微微表露 对朝廷不满之意 那么点到即可 八必心言 跟着他冤了一下宗旨 他说 其意 现在秦房衙门 就掌管住禁宫内外的首位大权 还有九门提督 吴六一 即使不能为我所用 能够令到他中立就最好了 其三 他写了一下母子 权清宫是路三的处置君路政务的重地 宿位是臣 一定要派一些靠得住的人去 祭世就拍着手掌笑着说 可谓神机无谓 可谓神机无谓 哈哈哈哈 有这三条 无论大事 缓行 急行 大权在我 成权何操 至于大事 怎样着手 还需要我们再谈一下 今晚 可能都很难 说得完的了 额 我就各表一支 我们现在就讲讲康熙 康熙犹太监张万强 和侍卫宣殿神 护送回养心殿 苏玛拉姑一早已经冒语来接他 想起正话的情景 康熙真的有点害怕 不过呢 想想下有点得意 紧张 兴奋 焦草 激动 各种情绪 他在他心里搅搅搅 甜酸苦辣 什么都有 苏玛拉姑为他整了下官服 只是穿着一件石青的夹沙垮 上面 搭着一件白坛马尾扭带 即时觉得身心舒畅了很多 他踢着凉鞋 就量了几步 然后就躺在远塔上面 用着手枕着头壳 目光滚滚有光 就看着殿顶那个躁井出神 苏玛拉姑站在旁边看着他 心想 十四岁的人就这么深沉老年了 好在吴先生教授有方 他站了一会儿 出神 连康熙叫他都听不见 康熙叫了几声 只见苏玛拉姑身上 穿着太后刺的那件 幸黄披肩 下身就穿着一套 河绿色的长裙 在眉红的宫灯底下 就显得格外风之灼约 神态进日 康熙一转头望了一下 他觉得苏玛拉姑这阵时 就好像一支临风的灼约 他不禁整个人都傻了 他第一次想到 这个平日冷尽潑辣的女郎 有时竟是如此的温柔可人 康熙的心突然一热 我父有四海贵为天子 为什么不可以 想到这些树 康熙觉得心跳气喘 他轻声地说 苏玛拉姑 苏玛拉姑打得他突 他轻转身 走到康熙树 他问 万岁爷 是不是有些冻啊 他顺手拉在床夹起 帮康熙盖住 康熙轻轻地推开 而那双眼 望着苏玛拉姑 说了一声 阿蘇 你坐这树 这样的眼神 任何人都会明白他的意思 苏玛拉姑见到他这样 即时心跳得 叮叮叮叮叮叮叮 他跌下的头 路财不禁 康熙一手将他拉过来 轻轻地摸着他说 这里没有人 你尽管坐下 苏玛拉姑 又不敢避开 但又不敢坐下 四围望着一望 这时候那些宫女 一早已经躲起了 只好红着面 挖着康熙坐下 好久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只听见殿外那些雨 啥啥啥声地下 铁马在风里叮叮叮叮叮响 康熙捉住他的手 轻轻地摸着 然后小声地问他 阿蘇 你在想什么 苏玛拉姑这阵时 镇定了很多 他停了一停 想了一想 然后他说 路财在想着一首诗 哦 康熙坐直的身 你说给朕听一下 苏玛拉姑想了一阵 好小声地在说 背诵这首诗 去去覆去去 凄策门前路 行行覆行行 辗转游含情 含情一回首 被我窗前楼 楼北是高楼 朱脸半上楼 作为楼上女 脸下条鹰母 今为场外人 红泪尖罗根 场外与楼上 相去无十丈 云在紫尺间 如隔千重山 被灾两泪绝 从此中天别 别学空陪回 谁念明星哀 陪回日欲晚 决意投身返 首列双群聚 一记古尖书 可怜白一尺 字字血痕尺 一字一酸淫 旧爱牵人心 愿作罗腾之 攀树死不忧 死亦无别语 愿葬君家土 躺化断肯 躺化断肠花 游得生君家 康熙原先 满康的爱恋情思 竟然被这首诗 洗得一干二净 他立刻送开手 起身望着殿外面的 淒风苦雨 不禁闷言泪下 好久好久 他才问 你这首诗 在哪里听回来的 苏玛拉姑 没出声 过了一阵 他说 五先生说 这首诗 在永乐大典里头的 题目叫做 李方树似血痴 没出处 也都没住朝代 李方树这个人 无转无忌 而他的这首诗 只不过是想寄托一份 千回百折的情思 颇能动人心详的 康熙说 吴先生 高峰亮节 实在令人敬佩 听你刚才所说 都是觉得你倾心于他 是不是呢 如果是的话 你们直接跟朕说 苏玛拉姑的脸 灯堂红了 他坐在树不出声 过了很久 他才说 奴才并没有自责之权 为生命是从 康熙点了点头 他叹了口气 他说 正说 朕失态了 一旦 为朕所幸 你和五先生都会遗陷终生 这样一来 就是朕的罪孽了 对了 这首诗的格调 好悲惧 你最好不要经常读他 苏玛拉姑连忙跪低 他说 万岁爷得高如山 恩心如海 只不过奴才 身在其职 哦 不要说了 苏玛拉姑还没说完 康熙摆了摆手 叫他起身 祖宗旧婚 也并非不可改动 你没有听过 策金这本书里面 所说到的那句话吗 是亦适宜 变法而矣 吴三贵的儿子 吴英雄 不是汉人 就一样做了厄父 自今以后 你就叫阮良算 这阵时 苏玛拉姑真是好感动 路财 纵然粉身碎骨 也都难报 主上的恩典 这件事 暂时放得一下 对了 还有一件差事 要你去做的 苏玛拉姑一听 说有正经事要做 即时跪下 康熙笑着说 算了 不要用这些规矩了 什么跪来跪去 怎么说话呢 苏玛拉姑 嘟了一下嘴 然后站起身 康熙在桌子上 拿起杯茶 喝了两口 然后说 差不多要开科考试了 听五先生的意思说 还要去应使的 你要想个法子 劝他 膀拜他们 在那儿找着他 恐怕如果碰进去 那就买家伙了 不過,你說話要遠轉一點,不要讓他知道是我的意思,我想他還會聽你的。蘇瑪拉姑即時就說,好,奴才盡力去辦吧。 兩個人剛剛在說話的時候,張萬強進來了。 主上,太皇太后已經啟家過來了。 康熙看了下個鐘,已經到了害時了。 他連忙就說,哎呀,怎麼這麼晚了?天又下這麼大的雨,有什麼重要事呢? 張萬強就說,雨已經小了很多了。 正說慈寧公趙秉政打發小太監過來傳意子,奴才,不知道是什麼事。 康熙連忙出門口去迎接,只見雨裡頭兩行玻璃燈漸漸走近。 太皇太后震騰騰地由兩個宮女扶住,入了大殿坐下。 康熙,康熙就走過來,他說,請王祖母安,有什麼事就叫人儘管吩咐我去做,要不要親自過來呢? 唉呀,整個下午沒有見到皇帝了。 我心目顧著,又聽說皇帝今夜還在文華殿那裡做事,肯定有個重要事了。 身體更重要呢。 吃了飯未呀? 苏玛拉姑连忙跪下说 回老佛爷 万岁爷今晚吃了两碗饭 一够春卷 他也不知道吃得多香 好 如果平时那些口味不对的 那你就儘管叫人 去我那个小锤房的时候 叫他们做 知道了 康熙这阵时就说 正话在文华殿召见了索厄图 洪次李和小毅子 已经进封小毅子 为三等侍卫了 太皇太后点了点头 然后就叹了口气 唉 索厄图 洪次李就不说他们了 小毅子 也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 不过 照计就还差一个人的 康熙他心一动 连忙培笑话 求佛爷明示了 什么 你就没想到 还用九门提督 五六一吗 好了各位 来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上次我们讲到太皇太后 叫康熙就重用这个五六一 康熙听真是愚梦初醒 如果收得住这个人 他入关 因为佔了个满席 名分就被他高了一大折 这样一来 他的心又怎么复才行 所以上一次 立幕 犯人 被他捉住 就打了二十大板 才肯放他 这件事就轰动了北京城 你这个做皇帝的 一点都不知道的 听到老佛爷扎臂 康熙就连忙说 紧遵老佛爷教辩 不过 不过什么呢 你给他一些好处 他自然就会听你的了 你父亲之所以 压住他的官 不让他升 这个就是留给你用的 是 康熙访言大悟 等我明天就落召书 叫他做兵部侍郎 太皇太后忍不住笑了 你呀 你真的有点荒谬啊你 他不做九门提督 你要个兵部侍郎有什么用啊 康熙这时候就有点围懒了 他说 那怎么办啊 我讲个法子给你听 保证有用 你明天落个照 从天炉里面放了那个 茶什么 什么 什么 茶医王 站在旁边的苏玛拉姑 一早已经起形于色了 茶医王三个字脱口而出 没错 叫做茶医王 叫那个姓茶他去讲 比姓子还要凌羌啊 你一点都不明白里面的道理吗 看见康熙猛盛盛盛 都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太皇太后又心痛时又好笑 曼姐都知道了 叫曼姐去做啦 康熙点都点头啊 好 就叫苏玛拉姑办这个差事啦 苏玛拉姑在旁边即时叩头 奴才领子 明天我就叫小艺子 去会一会这个茶医王 人情就送给这个小艺子啦 太皇太后笑 那也好 他停了一停 又是问 最近皇帝的学业 有什么掌进啊 那个五先生又怎样呢 我听宫里头那些人说 皇帝最近说话都不同了 就连汉林院那些学士 个个都很佩服他 都学了些什么啊 哈 王祖母挂心了 是而近日 学业是有些掌进 除了五先生之外 红次里也都讲了一些书 四书已经讲完读完 五先生呢 就批讲 又快又得益啊 那就好了 不过四书里头有孟子呢 听人家讲 这个人 好衰的 整天都讲皇帝的坏话 是不是真的啊 康熙就说 孟子所说的 是违君知道的真理 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五先生不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说起上来呢 好贴切 一些顾虎类都没有 听到孩儿啊 周身飘大汗啊 你啊 爷 你父亲 是教人 读三国的 那本书虽然好 不过 不过总是看到一些 教售人家不安分的东西 在书 现在也都应该要学一些正经的学问了 这个正所为是可以马上得天下 不可以马上自天下的道理 康熙笑着说 老佛爷也是圣人 太皇太后 又是嘻嘻嘻嘻嘻笑了一阵 摸摸康熙的头 然后呢 就启架回宫 对于吴六一的这件事 康熙的心里头总是有点不踏实 笑着问苏玛拉姑说 正话太皇太后讲 吴六一和茶医王的事到底是怎样的 苏玛拉姑说 姓茶的这个人呢 是吴六一的大恩人 什么事啊 吴六一都会听他讲的 苏玛拉姑见康熙半信半疑 于是就和他慢慢的讲起上来 被困住的这个茶医王呢 是福建海灵人 也是世家出身 在顺智爷的时候就做过孝廉 年轻的时候呢 这个人啊 眼睛心大 那年呢 海灵就下了一场大雪 他带着四五个仆人 就担着酒菜去玩 来到一个烂鸣里头呢 就看雪上梅 刚想叫人去请朋友过来的 他就见到大殿的前面呢 有两只大鼓钟 旁边还有一行的脚印 被雪盖了薄薄的一层 钟上面的雪呢 都好像被人移动过那样 落这么大的雪 谁会去那里呢 康熙就问 对了 那当时啊 茶医王呢 也都觉得很奇怪 他就摔着头 装一下钟底 啊 他见到里头有一只竹篮 他就觉得很奇怪了 他就叫几个侍蟲坐下去搬一只钟啦 谁知呢 那只钟啊 好像生根那样 怎么搬都搬不动 那茶孝廉的心就更加奇怪了 于是他就不请那些朋友 一边就在囊下在那里喝酒 就一边在那里等 看是什么人来拿走这个竹篮啦 苏玛拉姑呢 讲得很平静 就好像他自己身历其境那样 汗戏也都听到好入神 那么若摸过了半个时辰左右啦 雪地里头就来了个乞衣 大概二十多岁左右啦 那么走到个钟的旁边 将乞泥的干粮呢 就放在个钟的旁边 一只手呢 就将个钟呢 就揭起 而另外一只手 就将那些干粮呢 放在个竹篮里头啦 那么放完之后 又是用个钟 盖上它 跟着就走了啦 过了一阵 这个乞衣又回来了啦 坐在个钟前面的雪地里头 掀了个钟 拿些干粮来洗 吃完之后 又是掀 掀完之后 又是掀翻住 哇 好像开箱那么容易呀 啊 是吗 呀 真是奇怪啦 康熙好惊叹的嘛 是啊 茶孝莲见到这样 她心就有点私疑啦 于是就亲自 来到那个乞衣 来到那个乞衣面前 对那个乞衣说 什么你是一个这么好的年轻 为什么要去乞食呀 那个乞衣呢 轻转头 看了一张眼 茶孝莲 一边吃就一边说 好男儿 连做乞衣都不做英雄 哎呀 说得好 说得好 那后来呢 后来呢 这个茶孝莲 长一声 她说 听人说 海凌城 有一个乞衣 手不拖杖 口若咸梅 破衣如春 三餐不饱 而无饥寒之息 人称铁丐 是啦 那个是不是李黎呢 康熙这时猛言醒悟 哦 原来吴六一号称铁丐 是这样得来的 苏玛拉姑就说 你别吵着先啦 那么当时呢 那个人就说 是 我就是铁丐 孝莲又问他啦 你会不会喝酒的 谁知那个铁丐呢 哈哈大笑 他说 不能够喝酒 算什么大丈夫呀 于是呢 孝莲就请他 去到狼下的树 两个人对坐而饮 孝莲一杯 铁丐又一杯 一直喝了三十几个回合 啊 谁知那个乞衣啊 面不改色 但是这阵时 茶酷念啊 已经醉到不懂得说话咯 后来休息了 后来休息了很久 他才说 你真是海亮了 于是 就醉纷纷地回去 啊 真是好事 看他在说不禁大赞了一句 茶酷念当晚走醒之后 哎呀 他觉得天这么冬 为什么不请那个铁黑 来家里给避雪呢 于是就叫人 将自己一件棉纳和一件大垮 送到那个烂门的树 谁知 那个铁黑 拿了件衣 多谢都没举 那么第二日下午 茶酷念就去拜访那个铁黑 看他依旧呢 打大赤脚 没穿衣的 好惊讶地问他啦 他说 什么我送给你那件袍 和那件棉纳呢 你猜那个铁黑怎么说啊 对了 那个铁黑怎么说啊 那个铁黑话 拿来换酒喝了了 我这个乞食的 要这些东西来做什么 孝廉就觉得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 于是就问他出身了 后来才知道啊 这个铁黑呢 都是世家子弟来的 父亲吳道大 是前明朝的观察 那么他父亲死了之后 家里就慢慢败落了 最后 连他自己都成为了乞衣 游遍天下 后来聊聊聊 就聊起江南 山崖河道 形姓险佐 用兵步阵 一一合截 聊聊聊 聊到很多很多事 到了最后 查酵怜啊 他大启一惊 他说 吴贤 我看错了你了 你是海内的奇杰 将你当作是酒欲朋友 多么不敬呢 康熙听到这些书 觉得周身滚热辣 他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 他好心地继续追问 说 那后来怎样啊 后来呢 这个查酵怜啊 就将吴六一就请到家 每天 浙江 查酵怜呢 就给了些钱 给铁丐 叫他投奔红成仇 于是 他就一直 在福建 打到广州 血战百几阵 功劳 并不次于 膀拜的 先前听说 说他做过 秦州之府 后来呢 又晉升为 九门提督 听到这些书 康熙长 他一声 他又是问 那么那个姓查的呢 为什么会坐牢的呢 是这样的 吴六一 在秦州就派专差 到海陵 去找这个查酵怜 这样才知道 查医王家 因为受到冰灾 窮病疗倒 卖字为生 那么吴六一 就当职赠了 三千两金给他 帮助查酵怜 恢复家业 那个查酵怜 有一次 在铁丐花园的时候玩 偶然间 就见了一座假山 他说 这座假山很漂亮 谁知道 第二天 铁丐就叫人 将这座假山拆了 用冰蓝 就运到海陵 送了给这个查酵怜 曼岁 你想一下 你说 他们两个 好到怎样程度呢 是啊是啊 那他一个知府 他的钱是怎样来的呢 苏玛拉姑就笑着说 哎呀主上啊 什么你这么喜欢 打烂沙盘 闻到督的呢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嘛 打仗那个年头啊 哪个带兵的 不是金山银海的啊 康熙点了点头 他说 那你 说一下 查那个人 入狱的这件事呢 苏玛拉姑笑着说 唉 也都是整定的 有一个叫做 庄庭龙的人 得閒武士 不知整了一本 明朝的什么 诸上国史丐的浪书 谁知写罪的那个人 他想到 查酵怜的名气这么大 于是 将他的名呢 也都写了下去 信志爷 一查够这本书的时候 就将他捉起上来咯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么后来呢 吴六一就慌啦 请了一个姓何的先生 是一个大手笔来的 就帮他呢 就写了个咒接 一个月连上七接 非要用自己的官职 去换查孝年的一条命 后来 信志爷 就见这个红老头出面 和这个吴某的功劳的情分 才免了茶医黄一死 哎呀 曼帅爷 你如果你舍他出欲 吴六一一定会很感激你的 听完这个故事 康熙很久都没说话 话说魏东亭 在索额图家 以元氏出来 已经止夜时分 这阵时风停了 雨也收了 三个人物以结果 组织报复少年 动手的琴拿 膀拜的差事 自然就落实到他的身上 他想到自己 就要为圣上效忠 哇 觉得周身都有力 究竟选了什么样的人呢 他认识的熟人 里头 一个个都记住 他们的人品财能 掌上短处 一下子就列了很多很多 有孙殿神 张万强 赵逢春 浪尘 明珠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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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 就来到西直门 东北的位子行 他忽然想起 这里 来月瓶店就没多远 倒不如去回一回 何贵柱 连夜将他带走 如果他不肯 就杀了他 话做就做 于是就撥转码头 猛言一家鞭 向月瓶店那边急急走 刚刚穿过巷边的一大片位置坑 迎面见了一队打着灯笼的人 在前面大声地喊 喂 站住 快点下来 干什么啊你 说又未了 那帮人已经打马来到前面 见到魏东亭穿着三等侍卫服饰 那帮人也不敢态慢 为首一个走上来 走了个礼 他说 大人 今晚你去哪里 魏东亭正想回答他 但转念一想 不可以跟他说真话 于是就说 兄弟是内庭示威 刚刚从奥中堂府上议事出来 随便走一下而已 那个秦野的人笑着说 对不起大人 兄弟公事在身 请大人你出事一下执照 魏东亭听那个人的口音 好像有几分熟 越发警觉 于是不加思索地说 我到奥中堂那树办公事 你为什么这么无礼 那人冷笑说 这个京城是天子的 就算是奥中堂亲自来 也都要厌明执照才给走 魏东亭正想发作 他借着灯光一看 他在前面和自己说话的这个 竟然是自己当年结拜的兄弟 木子熙 于是连忙翻身落马 哈哈大笑地说 哈哈兄弟 你要捉我 莫非 想请我吃狗肉 这个人很诧异地走近一看 即时将条马被扔 翻身落马就拜 哎呀 原来是大哥你呀 魏东亭连忙上报将他扶起 对了 硬颈雷和老四呢 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人群里头当堂走出两个人来 哎呀 原来这个硬颈雷和老四都在 于是四个又抱又抱非常开心 分开好多年啊 老友记在这树碰到面 当然高兴啦 原来啊 在哈拉圣呢 这个木子熙 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马贼的头头的仔 因为他带着几个无奈 偷偷捉了魏东亭屋企里头的一只狗 而且拖了来吃 魏东亭就找到上门 几个豪客呢 在那里猛地吃狗肉 他们个个都不认得魏东亭的 见到魏东亭走入来 于是就叫他坐下 一起吃了 魏东亭就见几个人这么豪爽 于是自己就出钱 又买了一壇酒就吃了 一路吃 吃啊吃 吃到通宵 后来几个人就结拜成二兄二弟 因为魏东亭是身份贵重 谁也不好意思做卿长 于是共同推举魏东亭做大哥 魏东亭 忽悚悚就吃了自己的狗 和这帮人就结拜成兄弟了 好了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